Hello 大家好 我是Hady 欢迎收看粤语最财经 有一瓶700亿的大雷炸了 在5月28日一枚重磅炸弹 海银财富700亿的资金去向不明 数以万计的投资者遭受重创 很多中产和富豪都遭受了损失 根据了解海银财富遍布全国90多个城市 在每个城市开业初期 一步一步对投资者再引导理财 从而形成一条资金链 也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挂羊头卖狗肉 用高利率的手段吸引投资 在尝到甜头之后投入更多 但想不到的是 这些都只是一个空壑公司 在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发现 大部分的底层资产都是虚构或捏造的 所募集的资金去向不明 导致了4万多名人群遭受损失 其实关于海银财富这个爆雷 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还在去年即将过年的时候 就已经爆出过对付危机 当时就有很多传闻称 这次的爆雷 涉及恒大、融创等等的地产企业 债务高达30亿 但具体和这些公司是否有关 还不清楚 可以确定的是 在海银财富上市的招股书上 就有透露过 关于房地产的业务 在整个集团里占据很大的地位 说得明白就是这种类型的公司 以融资的手段将大家的钱聚在一起 接着再进行其他投资 在这个过程中 资金链一旦断裂 后果就不断上了 很显然海银财富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投资的许向和公司的对外宣传根本不符合 直接导致700亿的资金去向不明 但这个亦引发了一个问题 实在令人想不通 根据了解 这个公司已经成立了18年那么久 既然是虚假宣传 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出过市 这个海银财富到底又有什么背景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 中国的富裔群体迅速扩大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 第二大高正值家庭数量的国家和地区 2006年当时的海银财富 仅随时代潮流以来在上海创立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它迅速挤身财富管理行业的领先阵营 作为国内知名的财富管理机构被受触目 只是在成立的一两年时间 海银财富就在四十多个城市 设立了53间分公司 注册的合户数量超过10万 其经营的发展速度令人堂目 根据了解 海银财富的创始人叫韓宏伟 曾经在80年代从事汽收行业 后来在2004年转向金融领域 并且创立了海银财富集团 2004年韓宏伟领导成立了上海市河南商会 从事金融借贷业务 并且逐渐打造了以海银系五牛系为核心的金融帝国 2006年该公司成立的时候 名叫福斯达控股 主要投资医疗健康的产业 2008年成立了御商集团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其重要的业务之一是应急用资资讯 作为商会的会长韩宏伟自然也从中获利 2011年海银系旗下一家公司更名为五牛基金 由韩宏伟的儿子韩兆担任法人 以海银财富和五牛基金为物资和投资的两大支柱 再加上房地产市场的上行周期 韩宏伟的金融版图逐步扛张 2021年海银财富计划纳斯达克上市 很有趣的是韩宏伟控制的海银财富 正在谋求美股上市 但是他的儿子韩兆所控制的ST岩石 就在A股市场上有所动作 两儿子互相呼应情景颇为热闹 明眼人都清楚P2P行业前途陷幼 而海银财富和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 可能就像韩宏伟和韩兆之间的关系 他们可能利用理财客户和私募基金 毛泽的资金通过炒作新闻的走雷概念 来操纵股票价格 接着再出售 这个大概就是他们的做法 根据去年的胡润白富榜显示 韩室负资的财富达到60亿 排名第1008位被视为河南永城的首富 但是经过多次股权的变更 韩宏伟和韩宏的资产已经是基本切割 作为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 海银财富的商业模式非常直接 就是销售理财产品 从富豪客户那里募集资金 除了赚取客户的佣金之外 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用钱募资的服务 但是到了去年年底 接着关系海银财富产品清算到期的消息 直接在业内激起了很大的水化 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可以看出 韩宏伟作为领投药 直接现身和众多投资者进行沟通 并且表示自己不会着草 老闆都说自己不会着草了 那就说明公司现在的状态还在把控范围内 一时间大家的情绪也突然安抚 毕竟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肖不仁则乱大谋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韩宏伟还明确表示 不要拿他和许家印比 但是看到今天海银财富的局面 和许家印又有什么区别呢? 没多久之后 网络又曝光了一则 关于海银项目负责人 在沟通所谓对付方案的视频 从视频里可以提出 海银当时的资产能够覆盖 他们不想走中直和恒大的老路 17日海银财富发布官方公告称 我们现在正在主动退出 相关的方案将在月底前公布 后来海银召开了投资者面谈会 韩宏伟再次出席 在面谈会上韩宏伟讲话简短 主要强调海银的资产充足 承诺不会逃避责任 并且鼓励投资者通过小海微信获出信息 本以为就像韩宏伟所说 他们能够绝地反击 令那些投资者看到希望 但是想不到所有资金一去五复返 在即将达入今年的最后三个小时中 海银财富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 发布了金融产品对付延期的声明 根据最新的监管政策和行业走向 海银财富决定主动退出 并且进行业务整理 相关的计划将于本月底前公布 但是公司未提供详细的处理方案 只是表示正在积极聘请第三方的专业中介机构 来整理资产的情况 具体的结果还需要进一步公布 这个消息令一位投资者感到失望 他所在的交流群当中有将近300名的投资者 大家原本希望能够尽快了解处理的方案 但是现在又陷入了一长时间的等待当中 A家公司爆雷的主要原因 是发行的理财产品几乎九成都和房地产有关 尽管韩宏伟和投资者说 不要拿他和许家印比 他最深度牵扯的可能就是恒大了 有传闻韩宏伟和许家印算是故交 一个是上海市河南商会的会长 一个是广东省河南商会的会长 早在海银控股在美国上市的时候 他三次提到了合作伙伴恒大 还有资料显示 海银财富以恒大相关项目的名义 一共募资130亿 但是合同里面写明的金额只有28亿 其大概100亿作为重复融资 一部分的资金留在恒大 另外一部分被海银财富留作致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恒大爆发债务危机 海银财富并未出现在恒大的债权人名单上 外界都很难知道 两者之间的资金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再加上这个公园对于投资并不挑剔 甚至是接受了很多三四线城市 地产商的高利率用资项目 利率经常超过两成 但是随着整个地产行业的崩盘 坏将集体爆发 通常情况下如果项目是一对一发行也算了 但是该公司采用了资金盘式的集体运作模式 当地产项目难以融资的时候 为了避免资金盘瓦解 就必须要找新的资金来源 就拿海银财富所推出的回购型白酒类理财产品 类似于金融茶 简单来说就是销售高价白酒 并承诺一两年内回购加价 所筹的资金可能用于对付之前购买资金盘的老客户 以此来循环 中间一旦出现团列 没有新的资金来填空 那整个盘也崩了 所以就出现了现在海银财富的现状 没有办法对付 这个也是现在大家口中所说的杀猪盘 公司提供所谓的高利盘 而那些负商也都成为了代债的猪 正如俗话所说 创业充满风险 投资需要谨慎 面对那些宣称收益丰厚 回报快速的海外投资项目 一定要深思熟虑 毕竟没有免费的午餐 虽然项目看似有人 但是投资者往往会被高回报所吸引 不以为私募基金到期之后 就能够一夜报复 希望海银财富的教训 能够令到那些有钱人引以为戒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们收看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